突然增加病患 让医疗院所带来极大负担 人力也备受考验 而在这一波台湾的疫情当中 深陷寒冬旅塑叶 在这一波疫情陆续挺身而出 目前全台湾有超过300家旅馆 转型为防疫旅馆 负责收治被匡列 需要居家检疫的民众 台北市场柯文哲 把防疫旅馆分成三级 最高级就是加强版的 专责防疫旅馆 负责安置快晒阳性 跟轻症的患者 让有限的医疗能量 可以真正提供给需要的人手 站在同一阵线上 渡过这一波难关 记者黄秀文程式中的深入报道 班内人员全身防护衣 戴上护目镜 准备入住的客人 双手 鞋底 连行李箱通通得喷上酒精 大厅的楼梯扶手 电梯按键跟把手 所有可能沾附病毒的地方 每隔至少两小时 就用酒精擦拭过一遍 送餐程序也很严谨 便当一个个用塑胶袋装起来 绑紧之后订上黄号 餐点才能出发送到客人手上 会先挂在门上面 然后我们会离开之后 清敲门跟客人说餐送到了 客人在心中莫属 大概两分钟之后 才能够出来拿他的餐点 那像我们的话 就是属于一般的防疫旅馆 收的就是算是阴性 还有一般从国外回来 需要进行隔离的这些客人 防疫旅馆消毒层级拉高 因为他们面对的客人不一般 他们在住完这15天之后 这个房间没有办法 马上放给下一组的客人去居住 他必须先静置三天 然后这三天之内是要对外窗 要打开要对外通风 然后三天之后会有专业的消毒厂商 他先进来做一个整体的大消毒之后 再静置两天 我们的房屋同仁才会进到这个房间 再做一个细部的清洁跟消毒 那之后才能够再放下一批的客人进来 目前全台有超过300家防疫旅馆 共1.9万间房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未来还会有一千多间房间释出 届时房间数将突破两万间 因为如果把这些没有症状 轻症的病人全部放在医院的话 会把医院搞垮 所以目前就是尽全力的把这个任务达成 每天都要去找到更多的业者来 协助我们收住这些快晒阳性的这些民众 生怕医疗体系崩溃 尤其是在目前确诊病患最多的台北市 因此市长柯文哲宣布 将北市防疫旅馆分三级 从国外入境台湾的民众 可以申请入住到一般防疫旅馆观察14天 第二级负责安置居家隔离者 最后是最高等级的加强版专责防疫旅馆 专门收治轻症确诊者 也就是台湾版的方舱医院 医疗的重点跟所有医疗的资源 一定要集中在需要被你帮助的地方 试想这个病毒的感染 百分之大概八九十 都是无症状跟轻微症状的人 进入就是在第二个礼拜的开始 就是第一个礼拜结束 可能六天七天的时候会好起来的人就好起来了 会成为重症的人就会逐渐恶化 同岛一命团结抗疫 台北凯撒饭店在脸书上公告 被政府征召为第三级旅馆 目前疫情最严峻的双美市 共有115家旅馆加入防疫行列 其中有五间升级为第三级旅馆 协助收治轻症患者 减轻医院附和 这几天我们不断的在问双北的市长 你们的防疫旅馆在哪里 你们的所谓集中检疫隔离所在哪里 因为你把一个人拉来筛检 筛完确诊 确诊完回家等四天 这四天除非他有办法一个人一个房间 而且都不跟任何人接触 不然这四天就是在增加他的家人被他传染 他的家人被传染之后再传染他的同事 你的传播链断都断不掉 在防疫警戒升三级 确诊者从个位数飙升到百位数的情况下 防疫旅馆成为让医院降载的重要后援部队 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放到医院里面去 我们在过去疫情比较稳定的时候 也有一些确诊者 他根本没有任何症状 但是我们为了不让他到处跑 我们就把他放在所谓的负压隔离病房 目的是等到他的病毒都清空 其实你的症状不明显 而且你不确定你有没有感染 但是你乖乖在家待了14天 你就没有出来所谓的消耗这些医疗量能 甚至跑到防疫旅馆的需求 第一线的医疗人员最担心的是 医疗量能不断被需耗直到殆尽 又害怕该居家隔离的人 不愿意好好待在家 所以防疫旅馆可以把所有可能的 传播链给阻断 但也会有人害怕 防疫旅馆反而成为防疫破口 除了观传局本身之外 他们会带一些卫生局啊 消防局的人一起来饭店做一个巡视 看饭店是不是动线上面 是适合做防疫旅馆 所以当时我们在跑这个SOP的时候 大概跑了将近一个半月 那这个SOP的这一本 大概有两三百页这么厚 员工部分我们在当时接防疫旅馆的时候 大概已经有走掉一成的员工 因为他们会担心 旅馆业者站出来挺身转型防疫旅馆 那要面对面接触疑似染疫者或是确诊者 对饭店人员来说心理压力非常大 在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 北市府不只希望中央帮忙协商 也要积极找人 继退休医护人员之后 台北市再寄出招募令 希望民众加入防疫征战行列 成为加强版防疫专责旅馆的服务人员 继台湾人之力共同撑起防疫第一线 我们其实比较担心的就是 有些人他急速恶化的过程是因为 他有的肺炎 可是因为什么原因 自己却没有感觉 他没有觉得呼吸困难 呼吸困破所以他就不会寻求任何的协助 所以这个时候若是我们有另外一个 比较客观的方式来监测他的血压 可能也是比较好的 守护珍贵的医护专业资源 需要各方通力合作 旅宿业者 民众 医护站在同一阵线 对抗无形的病毒 让有限的医疗量能 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产生最大的效用 熬过这波致命危机